接下來這一位 讓我們歡迎 我們就是靠天氣吃飯 颱風今天下雨天 要是我們最幸福的地方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夜市的更衣也是大部分無限的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親戚 跟健康參賽道歉 這次台灣文化的主題 我選擇的是夜市這個文化 因為我本身也是做夜市的 你在夜市這邊 你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媽媽帶小孩來這邊逛街 你可以看到年輕的情侶來這邊逛街 你也可以看到哥哥 他們在這邊坐著聊天喝酒 同時也可以看到 台灣打拚精神 著名生活的縮影 所以你在這邊看到的 可以是很多不同的美食 但它同時也是很多不同的故事 所以我想要講的 台灣文化就是夜市 我跟大家一樣在做夜市之前 夜市的感覺就是很多好吃的東西 很多不同的遊戲 但是我跟喬治一起在夜市這邊 賣甜甜圈之後 才看到了我之前都看不到 夜市的另外一面 前陣子因為颱風 整個就是很慘 今天來就是我一進來 就會看到不一樣就是 那個攤子啊 木頭整個就是灰灰的 然後你打開櫃子就發現 以前那些燈泡的 那些裝飾的東西 都因為被水泡爛 所以都被丟掉了 布條也沒有了 黑板 裝飾的燈泡 我們還有鋪一個草皮 都因為颱風 全部都被吹走 被水泡爛 下大雨 什麼都沒有了 沒辦法 你就是靠天吃飯 除了靠天吃飯之外 你景氣不好 有沒有客人上門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客人來講 可能他們來這邊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他們不會想太早回家 但對攤販來講 他們也不想太早回家 是因為他們必須要出來擺攤 要養家活口 所以這次我想要用客人跟攤販 兩個不同角度 不同故事 去切入台灣文化夜市這個主題 雖然做夜市這一行非常辛苦 但其實哪一個工作不是那麼辛苦的 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就是 台灣人這個愛拼的草跟性格 其實我們夜市這邊做久了 攤販跟攤販之間的感情 其實是很好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 假如說 你感冒潮蝦 我們可以幫忙你叫賣 如果我們有新品第一個出爐 他們也會來捧場 收攤的時候也會幫忙一起收 人家都說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情味 我認為夜市就是最體現這件事情的地方 這才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大哥你說這個夜市攤販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是最快樂的事情 客人對我們的東西有肯定嗎 來逛我們夜市開心的樣子 聽到你的東西好吃 但就是我們最快樂的地方 其實有時候看到一些一家人的客人來 就是上課回頭 然後看他們吃我賣的東西 然後也開心他們分享 我就覺得我總算也是有對這個社會有做一些正面貢獻跟影響 那姊姊知道我在參加這個大嘻哈時代的節目嗎 知道啊 有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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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知道 我還是沒有過 哈哈 我有看過你的第一次表演 然後我發現就是其實你蠻帥的 哈哈哈哈 我這條路是很幸運的 我是只要是你想要的 你就把它做到最長 為了你這一次我特別把剩下 剩上所有的積蓄 拿去做了一個新的攤子 新的攤子 為了給你比賽用 我告訴你 我 去老婆本都給你 而這去支持 支持成功不足失敗 現在加油 加油 你要加油 走你很適人出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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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